大家好,我是做视频不打稿,一更新必调粉,人在缅甸快被饿死的,根本不知名的,离网红只差一步之遥的旅行自媒体主播,阿涛。 今天是我来缅甸的第七天,我现在位于缅甸的第一大城市仰光,9月24号,我从中国的昆明出发,飞抵仰光。 我拿的是电子商务钱,是70天的一条期,今天跟大家聊两句,因为有很多人都在问我,来缅甸做什么,我就不一一回复了,我觉得挺烦的,我来缅甸做什么,跟你有什么关系,我意思的话,我还要去给你汇报去吗? 我再说一遍,我来这里做什么,不重要,我想给你带来一个真实的缅甸,是最重要的。 有些人,不信不信不下来。 刚才外面在下雨,雨下起来了,现在属于东南亚的雨季,所以说雨水比较多,尤其是仰光,它属于夏缅甸。 刚才我们就聊到这个签证,还有这个旁端的问题,还有就是我们来仰光,我们来缅甸,到底安不安全。 我先给大家说,我们所有人,我说的是中国大陆一丝护照,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手里面拿的护照,办理的缅甸电子商务签,七十天的,还有旅渡签,包括你的落地签,包括你的切纸签,就是一年多次往返的,可以待一年的最长的期限的签证。 我们能去到的地方,就是缅甸的七个邦,七个省,加上一个手中魅力多,你像你们所说的,你们所了解到的,什么尬腰子呀,什么园区呀,这个园区那个园区,离这里都很远,缅甸还有四个特区,四个特区的话,就是瓦邦,国杆,国杆的话就是老街,那个地方的话, 是离中国很近的,接壤的地方,还有一个就是和泰国这样的地方,和泰国这样的地方,叫妙瓦提,还有一个叫小满拉,这四个地方,所有的诈骗,电信诈骗,包括赌场,中国人骗中国人的地方,都集中在那里,离阳光,离我所待的地方,有一千多公里,所以说,你要问我, 这个电信诈骗在哪里,是在那里,而且我们的签证,我们手里面拿的签证,我们普通老百姓手里面拿的签证,拿的阴私故障,是去不了那些地方的,所以说,如果说,你不要和乱七八糟的人去接触, 不可能遇到这些事情,2018年,缅甸政府,对中国大陆游客,实行五十美金,过一千的时候,到目前,我往返缅甸,十几次, 我从来没有遇过什么尬妖子呀,什么奸命诈骗的事情,所以说,还是那句话,苍蝇不惊,五凤子蛋,如果说,你自身,就是想来这里发大财,想搞这些东西,那你肯定会接受到,如果说,你只是单纯的来玩一下,我们中国人来这里,无非就是三种, 第一种,第一种,就是来永勤,第二种,就是过来做生意,就是自己,不管是做任何生意,是自己的私事,第三种,就是公开,就是太浅类的,太浅类的不说,我们就说,你来这里玩一下,旅游,旅游安安全, 因为大家都知道,中国人,到海外,中国人的瑞根性是什么样子,就是老移民,骗新移民,中国人到一块儿的话,首先会问你,你来干什么,你来做什么,干什么的,做什么的,家里面有没有钱,就是会打听你的体系,等把你的体系打清清楚以后, 然后,如果说,包括所有的华人,这是华人的瑞根性,不是说中国人,我刚才,我再纠正一下,如果说,你没有他好,你比他弱,他就会踩你,会把你踩在脚底下,如果说,你比他强,你比他厉害,那么,他就会想办法去算机, 其实就是这样的,所以说,在这里,你像那些,电信乍现,原区那些,幕后的老板,都是中国人,不是缅甸人,跟缅甸人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,全是中国人,而那些,骗过来的,所谓的骗过来的, 其实,根本,根本谈不上骗,为什么呢,因为,特区的话,假如我们去瓦邦,我现在,从仰光出发,去瓦邦,我的必经之路,是蜡序,我去年,我去年的12月份,和我的朋友,去蜡序,去拍摄,啊,就是拍一些短视频, 因为我的这些,很多的这些,视频,长视频,短视频,大概有,百八十个吧,之前是没有拍公共号,就是这个微信的这个视频号,我没有放在这里面,我是放在别的视角图片上面,我们之前是去过蜡序的,从仰光,我们当时坐的是大巴车去的,从仰光去蜡序,坐大巴车,会经历无数关卡,所有的关卡,都是缅甸的这些军警,他们河江实战的, 背着枪在那里,上车检查的,我想问你,如果说,你是因为喝了一杯咖啡,被麻烦在仰光,被人送到瓦邦的话,我觉得,大概不可能,只有你是自己,就是抱着这个目的,你的目的性很明确,就是去搞电炸的,那你可以过去,如果说被人骗过去的概率,很小,很小,这个就是特殊的情况, 好,刚才我们说到,说到这些诈骗,就是说,如果说,不是你自己去,想发大财,是没有人去骗你的,我刚才前面给他说了,前面给他说到了,我往反免见,十几二十次,没有任何人,去联系我,弄这些东西,所以说,你接受的人,很关键, 我们再想一下,噶腰子,我们再说要噶腰子,我们麻烦你们这些人,有一点医学常识,好不好,所有的器官硬直,都是需要提前配对的,而且,一定是要身体非常健康的,就像你们网上所说的,把这个腰子割下来之后,送到公平海,那个地方的话,我告诉大家,这个肾上的话,是有保质期的,能不能送到,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你的身体安保安全,你的身体健不健康,不是每一个身体,都是割下来的,可能我说的这些东西,不够权威,因为我不是做医生的,所以说,那个电影叫出来的,孤注一致,是不是,前段时间,国内拍了一部电影,我今天所说的,所有的东西,都是我,自己亲身经历的,我知道的东西,我讲给你,我不知道的东西, 所以,我无论说一句话,也就是说,叫什么来着,不吹,不黑,我不抹黑脸面,但是我也不吹捧脸面,我就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,一个中立的角度,去评判这个事实的,我们刚才说到打腰子, 你的身体不好,你的腰子直前吗,我就这样问你,所以说,不要再以蛾传,我这么尬腰子了,没那么夸张的,如果说,我刚才给大家,前面给大家说了,三种, 如果说,你是单纯的来旅游,你只是来旅游,那么,我相信,绝对是安全的,为什么呢,你,因为现在的话,缅甸还有宵禁,它晚上的话,是不让你出门的,景点,大金塔,门票的话,是一万免利,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做公日,然后,去自己去买航班,买飞机票,订酒店,然后,我前几天,是一只住在酒店里,然后,你去买农票,你自己去玩,你玩完几天的话,你在缅甸能待几天, 你就说,你去一个普甘,你再去一个维商,你再去一个内比都,再去一个曼德勒,也就无非十天的时间,够你玩的了, 如果说,只是自己来玩的话,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绝对安全的,但是,如果说,你来这里做生意, 因为,大家知道,中国人聚在一起,我不想去评判选拔,人聚在一起,聚多了,如果说,为了利益,可能就会出问题, 如果说,两个人,但是人家是做生意的,两个人,就是据我所提,两个人做生意,来到这个地方,是竞争对手,有利益出土, 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事情,但是,如果说,你只是单纯的来旅游,我敢告诉你,没有任何问题, 没有说,大白天的,直接把你绑架的,这个地方确实有绑架,但是,比如说,哪个游客, 现在,现在缅甸,来缅甸旅游的,不光是中国人,自由行,还有欧美,还有日本人,韩国人,我见了很多, 所以说,如果说,你只是单纯的来旅游,没有任何问题,大白天,没有人会绑架你, 所以说,我请你们这些,不懂的人,再不要去抹黑缅甸了,行不行, 包括最近一部电影,在国内上映的,叫《公路一致》,又把缅甸推到了封口浪尖之上, 但是,我想问一下,这部电影的编剧,还有导演,你们有没有来过缅甸, 好多剧情,真的是非常夸大的事实,假的,我只能告诉你,这个剧情是假的,有一部分是假的, 所以说,好了,今天就聊这么多吧,想要了解缅甸更多的旗温浴室,请关注我。